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那高正這個有沒有黃金時期 就幾歲以前 一個壞習慣 如果持續一個半年以上的話 通常就會很難戒的 還給你小孩多久 應該有兩年了吧 好棒 併入高晃 不過就是提供一些活動 這個可能整天都要待在廁所了 真的 那邊挖 對 所以就要進去變合馬了 有一些媽媽 就是為了找這些行為的 這個糾正 她就上網去查 然後就查到這本書叫 挖鼻孔真好玩 這本一定是糾正我的小孩 不要挖鼻孔 趕快上網買回家 買回家一看 故事一開始 的確就像我們所想像的 有一隻小老鼠 跟一隻小青蛙 牠們很愛挖鼻孔 結果媽媽就知道 不可以啊 這樣很髒啊 什麼什麼的啊 他們兩個呢 就想要去找答案 到底為什麼挖鼻孔不好呢 所以他就問啊 大象可能說挖了以後 鼻子會斷掉啊 有些人說挖了會發炎啊 等等 他們經過一段冒險之後呢 最後回家 他們決定要問爺爺奶奶 到底挖鼻孔哪裡不好 打開門一看 爺爺奶奶剛好在挖鼻孔 哦 結局就是這樣大哈大笑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本書很紅喔 這本書在國外是有得獎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讓大家知道說 挖鼻孔你這件事情 不需要有那麼大的罪惡感 其實 他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比如說可能會發現什麼 但是 你可以看到爺爺奶奶其實也在挖 第二個就是他後來有告訴那樣說 所以你應該躲起來 你再像剛剛洪哲講 這件事情其實並不是什麼 十二不色的事 如果你能夠教導他 在乾淨的地方在浴室 然後挖完 像爺爺奶奶最後有洗手 把手洗乾淨 我想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你也不會傷害到 你跟他的親子關係 說實在你念了兩年 結果他還是趁你不在這 他還是會照樣做嘛 那不如把他導正到一個 比較適當的場合 適當的環境讓他再做 不過不雅官的壞習慣 不是只有挖鼻孔 還有別的對不對 月娥姐 我們家小朋友小時候 很喜歡把腳壓壓一聲出來 媽媽你聞 腳壓壓 我都聞耶 很重心 因為後來發現他上學以後 他是會流腳汗的 所以每次我要幫他買襪子 我要試試看什麼樣的襪子 真的會透氣 所以他下課真的又回來 媽媽你聞 那我聞一下 嗯這個襪子應該不錯有透氣 然後 好啦再大一點 人農藏白草 試試看鞋子哪一雙比較透氣 回來還是會兩隻腳都要 媽媽你聞 那我就真的聞 後來我發現事態嚴重 是因為有一次 我從屋外回來的時候 看到他跟阿嬤說 阿嬤你聞 然後我 阿嬤說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舉止 把腳抬起來要叫阿嬤聞 然後我們聞了以後 他好像覺得 欸 聞好像滿好玩的 我做不到了 但是他常常就把它搬起來 自己聞喔 其實是瑜伽 軟骨啊 對啊他自己聞一聞 他會跟我講說 媽媽其實腳臭 味道還不錯 媽媽上癮了 他就習慣了那個味道啦 那你有看一次糾正他嗎 有有有我糾正他 我跟你講你再多聞幾下 你應該覺得不舒服吧 我說還好 你這個聽起來不算是糾正啊 我覺得你好像享受在裡面 對啊 我出來是用姿勢告訴他不好看 所以如果你認為 他這個聞腳臭 這個已經很難看了 對 聽說有更難看更不亞冠 更小男生 還有嗎 對不對 對嗎 對 我哥哥啊 我真的想他以後會不會變暴露狂 因為他每次啊 只要要去上廁所 他就會把褲子趕快脫光光 然後尿完之後 就趕快跑到客廳來 就大家看看我的鳥鳥 那你出來 對啊 不然就是洗澡的時候 會叫他妹妹去抓他的鳥鳥丸 所以他變成怎樣 妹妹現在很愛玩他的鳥鳥丸 然後他去抓他鳥鳥丸 他結果兩個就叮叮叮叮叮叮在那邊笑 還有耶 還有他最近這一個月有很奇怪的舉動 他會跑來我身上這樣一直聞聞聞聞 像小狗 會這樣 這樣在我身上聞 那你當場說什麼 你怎麼回他 你不要這樣聞 媽媽 媽媽很不舒服耶 而且你這樣很像狗狗耶 這樣 這樣好看嗎 那他怎麼回 他就說 媽媽 可是你好香喔 那你不要那麼香嘛 對啊 我沒有臭 我沒有臭 我是說你不要這樣聞 媽媽媽媽媽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把它推開 聞媽媽的香味跟安全感有關嗎 他會不會是學動 老師 學誰 原意出在於嚴厲的斥責 一定都會罵嘛 是啊 我們自己家就教金魚媽 孩子在聞的時候 把他抱過來 以後用抱的 以後抱媽媽 他的鼻子還是可以聞到 他可能需要那個氣味來滿足自己 你用抱的 抱媽媽 對 你想要聞的話抱媽媽 OK 這是一個得體的一個行為 有可能這個孩子 最近沒有安全感 因為搞不好妹妹出生了啊 我都抱妹妹啊 對 他為了要吸引我的注意力 就發展出很多莫名其妙的 怪癖的一些行為出來 他在吸引你的注意 對 然後要獲得媽媽的一些安全感 然後你看 只有在這個行為出來的時候 媽媽才會多跟我講兩句話 也是有可能啊 對啊 這種東西可能比較好糾正啊 但是對於很多小男生比較疲 比較愛玩的 那個玩鳥鳥真的 十個小男生 大概起碼佔了六七成 如果家裡又是兄弟的話 那就互玩了 我們大點小點就是這樣 有時候會 但是我都忽略他 我假如沒看到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就像王老師說的 你如果 他會越去制止他 他又會覺得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但是你 我也主持這個節目一年了好不好 是 多少知道一些就對了 對 所以其實難度讓他去覺得說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不是 那問題是你不制止 會不會他們男孩子互相覺得 以後不要買玩具了 嘿嘿 會不會講話 怎麼辦 你當然要稍微跟他講過一次 但是你不要用那種 很大驚小怪的那種口氣 OK 教養上面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不要一開始支持 然後後來處罰 那孩子的心理可能會造 對 會錯亂 會造成一些意義 很多父母第一時間都會覺得 跟著一起覺得很好玩 然後你支持他 後來竟然用處罰 那小朋友搞不清楚 到底你哪個時候是對的 那如果你萬一一開始是支持 他做某些怪癖行為的時候 沒關係 你接下來的處罰 你接下來的動作應該是 媽媽覺得我上次 不應該穩你的腳腳的 對 要有一點緩衝 不要直接跳到處罰 原本是正向支持 後來變成副相的回饋 這差太多了 中間有一個過度的時期 媽媽覺得我上次 聞你的那個真的是不對 因為我覺得好臭 所以這一次我不願意再聞了 等等你要跟孩子講說 啊 上次我是做錯的 這個也要跟孩子坦誠不公 那不過特別針對 小男生抓小鳥的部分 兒童的這個發展的過程 都難以避免的 他對他平常 似乎比較不會暴露在外面的 身體的部位感到好奇 而且他會發現這個部位 不管是反應或者是觸感 跟身體其他手腳不太一樣 他覺得很好玩 那很好玩的過程當中 也沒有造成比較大的痛苦 譬如說有一些小孩 一扯就撕裂傷 哎呦 從此以後再也不敢扯 因為他得到了痛苦的這個過程 真的有人這樣啊 很常見啦 很常見啦 對 很常見 就抓嘛 抓 可能沒有那麼誇張 我的事例上沒有那麼誇張 你們都想到 整個車禍啊 壘產 不是啦 破皮啦 就是稍微有點破皮這樣 那他痛痛了幾天 所以他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不好的回饋 他也會不太在碰 但是有的時候沒有 他會經歷一段 就是他覺得很有趣 這時候我們其實 跟剛洪者講一樣 你去處罰 他是沒有用的 但如果你看到他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現在如果在忙 你就算了 你講到沒看到 等你忙完再去處理 第二個就是 他既然在做 表示他沒事做 你就去陪他玩 你也不需要去說 不要再這樣 就是我們來念個書好不好 轉移注意力就對了 就做一件你認為覺得 比較健康 甚至快樂的事情 那就讓他去做下一個 我看過一個阿嬤的處理方法 很有趣 怎麼樣 小朋友就 我哥哥小孩很小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在遛鳥在玩 阿嬤也沒有生氣 小朋友趕快蓋住小鳥 之後再也不敢遛鳥 不要再咬了 這下都已經爛了 已經流血了 好好玩喔 你再咬我就 原來沒再咬過了